两名在火场中不幸罹难的消防队员 分别是33岁的谢志雄和32岁的张哲佳 而谢志雄上个星期五他才刚过完生日 和妻子育有一名两岁儿子 而他的妻子在乌日分局三合派出所担任远警 还怀有双胞胎女儿 听到丈夫罹难的消息一度冲到火警现场 而另外一名消防队员张哲佳 他的哥哥也是消防队员 得知弟弟不幸殉职难以节省 上午8点10分 第一具罹难的消防队员遗体被找到 从火场运上救护车 消防弟兄送走了自己的同事 强忍内心激动 尽力致敬 任务结束了 第二具遗体也随后被找到 麻烦一下好不好 麻烦一下 同事们强忍泪水 列队送他最后一程 这两名罹难的消防队员 是西屯消防分队特搜队员 都有10年以上的资历 进到火场为了进行搜救 没有想到命丧火枯 33岁的谢志雄是台北人 99年特考班毕业 上周五才开心刚过完生日 而妻子是乌日分局三合所的远警 锦销联姻 他们还有一个2岁的儿子 今年父亲节时 他还特地在脸书上公布喜讯 说将会有两位双胞胎妹妹来报道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要当三宝爸的期待 但如今却因为一场无情火来不及实现 谢志雄的妻子挺着大肚子 强忍着悲痛 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殡仪馆享宴 另外一位32岁的张哲佳是台南人 仅赚25期毕业未婚 脸书上po了不少自己受训时的照片 而他的哥哥也是名消防队员 目前在春社消防分队服务 第一时间接获消息也立刻感到火场关心 张哲佳的哥哥得知弟弟殉职 难过的说不出话 他们兄弟感情相当要好 脸书上大头贴还放着和哥哥和侄女的合照 兄弟俩一起担任大火弟兄 没有想到因为这场无情火 天人永隔也痛失了两名年轻有为的消防弟兄 解中部综合报道